我 说鬼 是不是说鬼了 我出鬼了 我 我不知道 我 我没用 你们说的都没错啊 你看那个樊杀宇 我就一直想独立 但是又没办法彻底独立吗 没事就想瞎折腾 夏朗朗呢 说到底 就是想赚钱 所以在他眼里 范兴舟做爱她 就是为了钱 这说大姐 大姐拼命地在学习号 扮演三号学生 无非就是想必立之后 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范兴舟又成了她 假设的理想主义标杆 似乎有了理想主义 现实就没那么不堪 可以啊你 说得头头是道 那你还没有说人家呢 我嘞 你呀 跟你讲 你巴不得大学四年 就跟我走了 结婚生子生子 才生子得了 是要跟你生孩子 所以啊 在你眼里 你看范兴舟的时候 也不觉得她是恋爱呢 觉得她做这一切 都是因为爱的 说到底 你们口中的别人 都是你自己 我跟你说 我还没原谅你呢 要不是让你帮我 帮我给我妈点那个句话 就算我 我才不会给你出来 不会给你喝东西 不会给你吃饭 不会给你吃饭 反正我就是没有原谅你 那 那不是 你扭扭我什么呀 你让你省下来这 行 行 行 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跟女孩拍照 我 我拍她 你不乐意了 对 好像是那个 那上个月的事儿 我忘了 我忘了 睡觉之前给你送完了 对 不 不 对 不对 那是上次的时候 我好像是 就在梦里 在梦里 我 出轨 是不是出轨了 我出轨了 我 我不能 我不能用 你好 您的沙冰 沙冰 沙冰 这什么 我给你点的 硬泡会的皮上 你说 锅 钱 好好吃 是吧 我去 咋啦 不是 快看这个 技术死宅为追求女神 耗尽心理设计 APP 希望女神可以和她在APP里相遇 这是盘小语跟翻荆州吧 你再往下看 这上面写了 这个死宅男是个刘吉生 学校在东边 戴个眼镜看上去撕撕我们 为了追女神 还有女神的照片做开篇设计 这不全都对上了吗 我说什么来说 你们现在信了吧 怪不得怎么问她 她都不交底 她是不是这么消遇啊 那她为什么不直接表白呢 你又不懂了吧 人家是个宅男 宅男会轻易表白吗 再说 她的APP还没成功呢 她也没十足的把握呀 有道理 也不一定 营销号吗 最会不准卓影吗 不不 我觉得大概率就是这样 要不然她怎么不用你的 不用我的 不用她的做开篇呢 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倒还真不一定 就我们几个人 要我我也选笑语 不行 一会等翻笑语回来 好好问问她 这世界很酷